今年3月12号2023年 这是能源经第218讲次 经文在卷六367页第五行 我们看经文 此事为成佛一路涅槃门 过去诸如来 思门已成就 现在诸菩萨经各路圆明 未来修学人当依如释法 像围城这么多的佛 他已经证到佛的果位了 这些这么多尊佛 他能够证到佛的果位 就是从耳根圆通上面着手的 这些佛都已经证到佛的果位了 他佛所走过的路 我们都要依照佛所走过的路 来修来学 现在诸菩萨已经正道 圆明 就是有圆满 还有极明 所以未来要修学的人 要突发心 要成菩萨道的 要成佛道的人 也应该依照从耳根圆通上面 来着手来修 听到声音的时候 要来听听 要来观自己的起心动念 在什么地方 自己缺点在什么地方 还要来改进 我亦从中正非为观世音 成如佛世尊 寻我诸方便 以救诸末节 求出世间人 文书菩萨就说 从耳根圆通上面着手修行的 不止只有观世音菩萨一个人 过去诸佛 还有我 就是指的自己 就是文书菩萨 他自己也是从 跟圆通上面修行的 末节就是指的 佛没有出世 希望未来的 在末节的动身 他想要脱离 开这个世界上面的 生死轮回的人 成就 如果佛涅槃心 观世音为罪 至于诸方便 皆是佛为神 即是舍成劳 非是常修学 未来的末法的众生 如果也想要发心 也要成菩萨 也要成佛 也是要从耳根圆通上面 在耳根圆通上面为修的 第一名的就是 观世音菩萨 除了这25圣 圣人 术元通 除了观世音菩萨以外 还有另外24个圣人 讲自己开悟的经过 有些圣人 他开悟的经过是 是佛的威神力来加批的 比如说 春陀的难陀 出家了以后 还是心里很想念自己在家的太太 所以心就散乱 垫不下来 佛就将他观鼻端白 把心垫下来 佛对24人当中 有些是需要 遇到事情的时候 给这些圣人提点 就是你从什么地方修 是最方便的 非适常修学 就是必定要 精进 要精进 不懈怠地继续修 浅身同说法 顶礼如来藏 无肉 故事意 愿家 披未来 与此门 无获 方便 亦成就 只有在 耳根圆通上面来修的话 不管是对 根基浅的 或者是根基深的 人的众生 的修学人 都是可以适用 此法的 顶礼如来藏 这个如来就是 佛 藏 就是法 无肉 故事意 就是生 顶礼三宝 顶礼佛 顶礼法 顶礼生 无肉 故事意 就是生 生者的是 三贤十圣 像我们讲的 这里二十五位圣人 还有在 十住 十横 十回向的 这些贤人 那十圣呢 指的是 十地菩萨 称为十圣 愿佛 法 身 能够加逼 未来 想要修学的 这些众生 能够在 根圆通上面 来修 没有产生 任何的疑惑 不会有什么困惑 翻译将 阿难 及末节 沉沦 但以此 根修 圆通 超于者 真实心 如是 从耳根 上面来修的话 就是可以使 阿难 还有 在末节 来真实 轮回大海中的 这些众生 可以来修习 可以来修行 所以呢 以耳根 圆通 上面来修 它是 最方便 最容易 打开开悟的 法门 今天讲到这里